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PokerLogic短视频 本期将为大家介绍Potas这个概念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抵持赔率 Potas是德州扑克中最为基础的数学概念之一 也是所有玩家在开始学习德州扑克之前 必须首先掌握的概念 在本则视频中我们将主要介绍 什么是Potas 如何使用Potas 以及Potas的使用实力 首先什么是Potas呢 也许你常常在牌桌上听到其他玩家说 这时跟注赔率为3比1 或者遭遇到一个1.5比1的权下 在这些例子中 Potas的概念是以比例的形式出现的 Potas就是对期望回报与风险的比例的数学表达方式 只有当了解了Potas的概念和使用方法后 玩家才能在翻牌前与翻牌后的游戏中制定正确的决策 让我们在实力中理解一下 什么是这时跟注赔率为3比1 不论何时 当你看到这样一个Potas时 它告诉你的意思就是 当前你的潜在回报和你所面临的风险的比例 通常前面的数字更大 它代表的是你的潜在收益 后面的数字更小 是你面临的风险 举一个扑克游戏中常见的例子 底持为80$时 你的对手全下了40$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将面临一个跟注还是弃牌的选择 也就是说 我们是否要冒40$的风险 去试图赢取对手全下的40$ 和底持中已经存在的80$ 共计120$的回报 这时我们的Potas就应该是120比40 换算后为3比1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比例 换算成百分比的表现形式 只需用风险除以风险加回报就可以了 因为百分比的形式更便于我们和自己的获胜概率进行比较 以3比1为例 1除以3加1等于1除以4 也就是25% 那么重点来了 请注意 这就是说明我们需要25%的胜率 也就是说 4次中至少获胜一次 才能保证我们的跟注在长期能获得收支平衡 所以如果我们的胜率低于25% 我们的跟注将是一个负一位的决策 如果我们的胜率大于25% 那么我们的跟注将是一个正一位的决策 之前在EV的短视频中已经介绍过 我们进行德州扑克的游戏目标就是 持续做做正一位的决策 那么了解了Podass的含义 我们才能更多更好的做出正一位的决策 我们来看两手牌 Podass的概念在实际游戏中是如何体现的 第一手牌 Cutoff玩家公开架注3 小盲注位置玩家7排后 我们在大盲注位置手持AK 选择300再加注至10 这时Cutoff玩家选择全下43 在当前环境下 我们面临的风险是我们所需跟注的数量33 我们的预期收益是底池中现在所有的注码 也就是53.5 这时我们跟注所获得的Podass就为 53.5比33 大约为1.6比1 这时再将比例1.6比1转化为百分比 得到38%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AK在面临对手的手持范围时 如果拥有超过38%的胜率 我们就应该跟注 当我们认为此处对手拳下的范围应该是10时以上的对子和AK时 我们大约有43%的胜率 并且对手越松范围越宽时 我们的胜率也就越高 所以当我们的胜率高于我们Podass百分比时 我们的跟注就是一个正意味的决策 这不代表着我们每次跟注都会获胜 但数学上来讲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除非我们认为此处对手只会用圈圈以上的排行来进行全下 OK 再来看另一手牌 我们手持八九童花在中间位置公开加注3 按钮为着玩家跟注 其余玩家弃牌 翻牌为圈67 我们持续下注5 按钮为着玩家跟注 转牌发3 我们继续下注12 遭遇到了按钮为着玩家的加注36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Podass的知识来计算一下 此处我们是否应该跟注 即使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常规的下注或加注 而并非遭遇到了对手的全下 我们的风险为我们所需跟注的数量24 我们的潜在回报为目前底池中的所有 65.5 这时我们的Podass为2.7比1 转化为百分数后得知 我们所需的胜率最少为27% 这时使用德州扑克胜率计算的简便方法二次法则 可以迅速计算出我们的手牌在当前的大致胜率 我们假设我们需要合牌发出5或10才能形成顺的击败对手 那么整副牌中还有4张10 4张5 一共8张我们没有看到 用补牌数8乘以2得到16% 就是我们的大致胜率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们当前的胜率大致为16% 而根据Podass计算结果 我们需要最少27%的胜率才能跟注 所以此时弃牌才是正确的决定 通过上面的实例我们学习到 在当前胜率低于Podass所需的最低胜率 并且即使听牌成功后 也无法从对手那里获得更多的收益时 弃牌永远是最明智的选择 OK总结一下 当Podass的概念以比例的形态出现的时候 所表达的就是 你能获得的潜在收益 与你所面临的风险的比例 通过将比例转化为百分数后 便可以得出 你在跟注时所需的最低胜率 只需要稍微多了解一下Podass的概念 你就会发现 大部分时候 你在游戏中遇到的Podass 和对应的所需最低胜率的情况 无非是以下击中 关于Podass的问题 还可以延伸出另一个重要的概念 潜在赔率 英文叫做Impliedass 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继续观看我们 关于潜在赔率的短视频 扑克中的策略千变万化 可数学原理却万变不离其宗 所以大部分原理只需要学习一次 你便可以终身受益 你能证明看